扇尾的美团的员工罢工了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广东扇尾的美团 骑手因连日大雨送单 不给补助集体罢工 目前社交媒体上 已有多位骑手发声声援扇尾骑手 并晒出截图 称美团从汇东、河园、梅州等周边地区 高价抽调骑手 补充扇尾运力 美团外卖客服4月22日晚 告诉金工侠 未接到有关扇尾骑手罢工的消息 并没有接到这边有骑手罢工的情况 这个好像并没有公开说 这个扇尾是会进行罢工的情况 不过在那边下单之后 有没有骑手接单 或者他说 其他提案问题的话 可以接受赶费 这个消息能可以上来 要么其实也挺困惑 也挺复杂 新闻里讲 就是从河园调了骑手去了扇尾 如果说这个 这个刚才我的说就不准确 就美团员工罢工 其实不是的 美团把这个骑手 以前是这样啊 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定义的了 它定义为叫合作商 如果有朋友参加过一些个特别的培训 就是那个某种保险吧 原的培训 他一开场就讲这个 你们现在自豪吧 你们现在尽量比国企还高级的央企的合作商 你比国营企业还要高一级 你跟他们平起平坐 你是他们的合作商 你也是老板 听着让人觉得真的很舒服 我是强者 我厉害了 可是朋友们 有的时候这种认识有问题的 你是强者 你厉害了 你还不如有的时候 我是弱者 我需要被保护 是吧 比方说这个京东 刘强东 这个我觉得让我赞叹 这个得表扬一下 刘强东看的这个棋手呢 这个是弱者 是我的员工 是吧 我把他纳入我公司里面 我要保护他们 我比较赞赏这个做法 是吧 我也不赞赏那个棋手们呢 把自己当成所谓的 跟什么王兴 我不知道美团老板是不是王兴啊 我是跟王兴平起平坐的人 这种我厉害了 我强大 这个会害自己的 是吧 比如说这次 他们篩尾的 叫美团起手罢工 啪哩啪呗 反正你这个东西也不用打卡 你这个也 你出不出工 你每天也都是这样子 是吧 你叫你罢工 你不罢工 你天天你今天 你在那 网吧里打了 游戏打了一天 你不也算罢工罢了一天吗 还叫什么 谁理你呀 是吧 没人理你 你不是合作商吗 你不跟王兴平起平坐吗 可能是出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但是这个事又发生在京东身上 可能就不太一样 是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 谢文灯可以出来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 像这种局面就不应该出现 是吧 你就应该得把人家当成 打工的人 你不能把这些个人当成老板 你这个不太可笑了 是吧 你应该把这些人当成一个打工的人 但你如果暂时做不到 你做过度也行 你把这些人保险给买了 是吧 你把这些人的补贴钱给足了 起矛盾点的就是因为下雨天给补贴的这个事儿 或者给的少了 或者可能不给的 广东的下雨天太多呀 是吧 老板自己定价 他是要博弈的 哪能有老板不能自己定价的 他就有啊 老板 你老板你和客户要博弈的 是吧 你的商品要定多少钱 反而是说 都老板自己说了算 他反而是一种不正常 是吧 他就是要博弈的一种关系 是吧 第二个 老板和他的客人 有博弈的关系 老板和自己的员工 他也有博弈的关系 是吧 员工他有强大的工会支撑 工资要的太高了 把老板要倒闭了 自己失业了 他不是个好事 是吧 老板呢 想足利 是吧 想所有的都是我的 但是工会阻止着他 是吧 他都是个博弈的 关系 和 王兽给美团 骑手设计的这个关系 好像是一种博弈的关系 其实 有哪个 骑快递的可以坐在那里谈判 你要去那里应聘 可能就是丢个一张文件 自己看 看完以后呢 现在好像有些个培训 告诉你怎么干 也没听说说商量怎么干 我告诉你怎么干 有这个培训 所以哪有什么商量 如果有商量 恐怕这个行业都不存在了 已经是吧 我会让你去那里